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4月9号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复 在今天举行的 非洲猪瘟防控国际研讨会上表示 发生在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 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防控取得阶段性明显进展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 去年8月 非洲猪瘟疫情首次传入中国后 截至目前累计30个省份 先后发生122起非洲猪瘟疫情 其中加猪疫情119起 野猪疫情3起 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发生势头逐步趋缓 已有108起疫情解除了疫区封锁 21个省份的疫区全部解除封锁 去年12月份以来 新发疫情数明显低于解除的疫情数 今年前三个月 疫情越多的发生数已下降到各位 全国的生猪生产和猪肉的供应也总体稳定 可以说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进展 非洲猪瘟防控是全球性难题 在会上韩长复介绍 自1921年肯尼亚首次发现非洲猪瘟后 全球已有6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疫情 特别是去年以来 非洲猪瘟疫情十分活跃 2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生疫情6500多起 针对非洲猪瘟目前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疫苗 防控非洲猪瘟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共同应对 近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知 从4月起对储蓄国债发行进行改革 并放开发行额度控制 实现投资者在发行期内随到随满 昨天记者在上海的银行走访时发现 原本无债可售的日子里 市民照样可以买到储蓄国债 以往每个月10号开始发售储蓄国债 但现在可以随时购买 在上海市中心的商业银行里 再发售的有两款储蓄国债 三年期年化利率4% 五年期则是4.27% 90后小黄当即开通电子账户 购买了三年期的储蓄国债 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 就是像这种投资渠道越来越多 就给我们这些想对这方面有需求的人来说 是更便捷了 本次试点改革除了发行时间的变化 还放开了发行额度 国债敞开供应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碰到就是卖完的情况 储蓄国债供应也是比较充足的 业内认为这次试点改革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购买国债 免去提前排队的困扰 不过在上海等地近些年受制于利率和期限限制 购买储蓄国债的人群并不多 主要是老年人 储蓄国债也没有 利率比较低一点吧 好像时间长了一点吧 一般性都买一年的理财产品 那个基本三年五年嘛 时间有点长 每年夏天都是小龙虾消费的旺季 而这两天 贵州六只的水产养殖基地里 已经有小龙虾陆续抢先上市了 那么它的价格又怎么样呢 一大早 六只特区洛别乡板兆村小龙虾养殖基地 新一年的小龙虾正式开往捕捞 工人们将一只只棕红色的成年小龙虾 装进准备好的产品框 捕捞 装箱 分检 大家分工协作 将春季第一网鲜红肥硕的小龙虾 运往周边地区售卖 像我们现在分检出来的这种香囊 是在七八九千以上的 这种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在五十元一斤 据了解目前基地肉质肥美的 红壳小龙虾数量还不算多 打捞上来的千壳小龙虾 还需继续返回池塘集中饲养 这种规格的我们目前存在的量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的 像这种小的夏苗 需要大概是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饲养 然后才能够达到上市规格 据介绍刚上市的龙虾 个头都不是很大 售价在四十到五十元一斤 批发价每斤也比去年同期 高出五到十元左右 再过去十天左右 小龙虾就可以批量上市了 在波音公司CEO 日前就737MAX飞机缺陷进行表态后 8号 11名诗航空难遇难者家属表示 他们正与其他数十个印尼家庭一起 对波音公司提起诉讼 遇难者家属和律师当天表示 波音公司CEO就自动飞行系统问题的表态 是一种承认 这对他们的案件有所帮助 律师说 自空难发生以来 印尼的家庭在争取赔偿的过程中 面对来自波音和施航的很大阻力 一名遇难者家属称 由于他们拒绝签署一份弃权文件 他和其他几十个家庭 还没有收到他们在印尼 有权得到的12亿印尼卢比 约合8.5万美元的赔偿 在这些人的赔偿 今天 波音公司将公布三月交货数据 有机构认为最低可能为19架 较早期预测值的46架大幅缩水 此外 波音公司已宣布将每月削减10架飞机的产量 华尔街分析师8号预测称 波音近年向客户交付的737 MAX系列飞机 不太可能超过500架 多家机构下调对波音利润预期 8号 波音公司股价收于374.52美元 下跌4.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 脸书公司正在计划围绕非洲建设一条海底电缆 这一举措预计可以大幅降低公司的宽带使用成本 据知情人士称 脸书公司正就环绕非洲开发海底电缆的计划进行洽谈 这一计划旨在帮助公司降低宽带使用成本 更轻松地获取更多用户 知情人士还提到这个项目分为三个阶段 以电影《狮子王》的主角新霸为名 可能会连接非洲大陆东部 西部和地中海沿岸多个国家 但确切路线和登陆点数量仍有待确定 对公司在非洲的计划 脸书公司发言人暂未置评 他说公司在考虑海底电缆路线时放眼全世界 海底电缆是一种高容量光纤线路 全球大部分核心互联网数据都通过海底电缆传输 而新版也并非脸书首次涉足海底电缆领域 此前脸书已在多个连接北美欧洲和东亚市场的项目中牵投 因传统电信公司缺乏财力 脸书与他们的合作方式通常为共担投资成本 但上述知情人士也说 新霸项目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仍存在破裂可能性 2019迪拜赛马世界杯日前落幕 比赛吸引了全球多达10亿人观赛 这给当地的旅游就业等各方面都带来不小的推动 争相冲出闸门的赛马 带着观众高呼的热情 引爆全场 分秒间速度与激情在麦丹玛场上演 让全世界的赛马爱好者未知疯狂 今年的迪拜赛马世界杯 除了现场的6万人 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观看此项赛事的观众人数 更是多达10亿人 从1996年创办至今 迪拜赛马世界杯已经成功举办了24届 今年的总奖金高达3500万美元 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单日赛马比赛 迪拜希望将赛马世界杯打造成一个备受瞩目的社交场合 为阿灵球包括旅游 饮食 交通 建筑等方面 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迪拜赛马世界杯期间价格翻了好几倍 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走访调查呢 发现迪拜卖单赛马场周边酒店 在迪拜赛马世界杯期间价格翻了好几倍 平时一二百美元的酒店房间呢 在这期间上涨到了上千美元 而迪拜赛马世界杯能给阿灵球带来的经济效益 还不止于此 赛马文化在阿灵球占据重要地位 背后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包括赛马医院 歧视学校等 因此在刺激国内就业 以及创造经济效益方面 对整个国家的GDP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迪拜世界杯和赛马加年华 每年给迪拜带来超过四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就单一行业来讲 马产业为阿灵球经济贡献了超过10%的GDP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产汽车公司8号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议案 同意解除应涉嫌违反公司法 被再次逮捕的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的董事职务 并选任第一大股东 法国汽车巨头雷诺的董事长圣纳德为新董事 这意味着戈恩失去在日产公司的所有职务 日产的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在会议上 向股东道歉称 代表公司申表歉意 他还表示将尽到对现在即将来的责任 否认会尽快引就辞职 关于与雷诺的资本关系 他示意不会立即做出调整 西川广人向日产股东细数了 卡洛斯·戈恩的三条罪状 包括虚报收入 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投资等 对此 参会的日产股东代表认为 日产需要彻底改变 やっぱり日産のガバナンスが 今聞いていないと非常に残念です そこでやっぱりガバナンスが 立て直ししないと再生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法廷闘争になりつつあるんで その真実がよく分からないんだけど その真実がよく分からないんだけど 国家医療器械監督抽查結果的通告 通告显示 国家药监部门 对医用外科口罩等5个品种 共162p的产品进行了质量监督抽查 其中涉及10家企业的5个品种 12p产品不符合标准规定 查询具体产品可以登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通告指出 企业所在地省级药监部门 应该对相关的企业进行调查处理 对企业进行产品召回等等情况 进行监督 2019年5月10日前报国家药监局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等 186项国家标准 近日批准发布 涉及不动产登记 车辆 安全 装备 制造业 公共设计等 百分之后 9月10日前报国家药监督管理局网站 2号码编写